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陈老师那么本期跑跑卡丁车时候咱们带来球门 那这个车的话也是这一期通行证的新车 这个车我个人感觉强度虽然不高啊但是挺有意思的 在个人道具赛还是蛮好玩的但是组队道具赛的话可能要被队友骂街啊 因为这个神王水炸弹的话敌我不分的啊 开机的话咱们吃到一个超级文字放出去 那么这个车的话核心道具就是神王水炸弹而且可以在近距离释放 那么神王水炸弹它是免疫自己释放的神王水炸弹 但是不能免疫其他人放的神王水炸弹 那么命中敌人的时候的话会高概率获得磁铁和这个足球啊 然后的话有又可以高概率防御各种水炸弹啊 所以这个车是水炸弹的克星啊 咱们吃到一个氮气往前冲 这里的话又是双吃到两个道具导弹射出去 然后氮气往前冲 看一下这里的话呢又是吃到一颗导弹 你看我到现在第一圈块跑完了 还没有吃到核心道具神王水炸弹 或者说这个车也可以被动获得神王水炸弹啊 就是防御住那种什么黄金水炸弹 或者自爆水炸弹的时候 会高概率获得神王水炸弹 这里的话 咱们横向飘移吃两颗导弹 这里的话我来玩一个骚操作啊 稍微骚一点啊 其实然后反向导弹两颗 那么其实可以不骚 你看一骚把自己给骚死了啊 一下子第四名了 但主要是咱们个人道具赛玩得开心就可以啊 手里有个磁铁 而且咱们是不慌的这里再采一个加速 撕铁再吸一下 那么马上就赶上了第一集团 这里的话直接又拿到第一的位置 橡胶皮放一个 你看这这里的防 那个防御的这个水炸弹 让神王水炸弹放掉 虽然前面的人是没打到 但是后面的人 他撞到我就神王水炸弹上面了啊 所以说这个神王水炸弹的话 他不仅能打前面 而且能打后面啊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这里的话被大魔王还是干扰了一下 看一下 我们这里又吃到一个氮气往前冲 这里看一下 又是一个蚊子啊 蚊子 咱们踩一下加速 这里的话 陈老师是拿到了第一的位置 手里有个香蕉皮 那么这里有个闪电 这个闪电很遮视野啊 不是说你闪我倒是没事 但是你遮视野 对不对 我这个飘一飘到外面去了 这个闪电遮视野是真难受 这里的话我估计第二名啊 大家可以看到第二名应该是被后面全欧了啊 所以说我趁机啊 然后在这里放一个香蕉皮啊 基本上是必中的啊 这里放个香蕉皮 不是说百分百必中高概率很高 咱们有个护盾 你看后面果然是中了 护盾守住这个闪电 然后护盾在守住这个蚊子 最后再来一个骚托手 来妄想人在哪 人在哪 我的球员在哪啊 整场比赛的话 咱们就拿到一个神王水炸弹 那这个车的话 我会多录几个多录几个视频啊 啊录几个 其实我拿用这个车去拿了好多吧 第一名啊 但有些不精彩的话 的话我就把它删掉了 看一下全场的第一家mvp啊 啊 晋级赛啊 这个车 我就是用这个车上了这个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各位拜拜 拜拜 好